普利熟茶相對外形會深色一點 在製作時加入了屋堆發酵這個過程 至於生茶相對外形會淺色一點 因為製作工藝比較簡單 沒有發酵過 所以在桌面上見到普利熟茶 茶湯顏色沖出來比較深色 包括我們酒樓所喝的普利茶 都是這種經過發酵的普利熟茶 至於生茶你會見到茶湯顏色比較淺色 剛才所說因為它沒有發酵過 但隨著我們存放普利茶 存放生茶的時候 每一年它的茶湯顏色都會越來越深色 因為它裏面內含的化學成分不停地改變 至於我們體質比較虛寒的朋友 可以飲用普利熟茶 因為普利熟茶會相對溫和 由於普利茶經歷了發酵 令到針對我們腸胃更加亂和 至於普利生茶會適合一些體質比較熱 或者在夏天的時候 甚至我們吃了熱氣的東西都很適合喝普利生茶 如果在辦公室我們沒有這麼大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工具 包括我前面這個我們稱為銅心杯的東西 銅心杯很簡單 它是一個杯 但裡面會有一些瓷器的內格 我們可以將茶葉放在瓷器的內格裡面 然後放在杯上直接下熱水來沖茶 沖至浸到差不多濃度適合的時候 就將內格拿起 這樣就可以直接粉茶 去到酒樓我們可以用大茶壺來沖茶 我們可以預備兩個茶壺 其中一個茶壺可以放入茶葉 用來浸茶葉用的 但茶葉長時間浸泡就會容易苦 所以預備另一個急壺 當茶葉浸夠的時候 直接把茶湯倒進另一個急壺裡面 就可以直接分離喝 至於當我們再需要再喝的時候 才再下熱水 就避免茶葉長時間浸水導致苦的問題